来第一个三百环支 第一个三百环支制造指南书 140级飞武器 不仅是武器 而且是武器里的极致 武器里最不值钱的造型 应该是爪刺和鞭子 不过现在140的魔术武器很好卖的 140的鞭子的话 咱们曾经买过699万的 140的铁的话 大概是250万30个强袜石的话 差不多是200万啊 还有中间商的差价 差不多是200万啊 当然中间商的差价 重要200万开玩笑的 所以说这个这个鞭子书 可能能卖个啊 100万左右 但是老板 我有一个商机啊 可以直接透露给你 你把鞭子当靴子书卖 有的时候能卖不出去 因为鞭和靴实在太像了 而且玩梦幻的人不一定 对不对啊都是特别啊 有文化的 原来我的带链管滔鞭就叫餐餐啊 所以说不认识滔鞭和餐餐的人呢 也很有可能对不对 把靴子和鞭子啊弄错 来再来一个300环 又是一个制造指南书 140项链啊 卧槽 经典的老板 卧槽 故意的领动很难 一个爪刺 一个鞭子啊 卧槽 这个资源兄弟们 是不是更有意思了 兄弟们是不是 更加想看后卖的三个300环了 卧槽 给老板来了一个啊 双杀 来第三个 第三个都体验了 还从你要一个天崩地裂 实在太残忍了 又是一个制造指南书 来一个项链 就等于前面的三个 140铁了就不亏了 140的巨件啊 其实巨件的摆的价格 跟女的魔术武器没有什么差距 140的武器的成本主要在于啊 铁和强袜石 这个可以说是三杀了啊 言如语 来吧 又是一个制造指南书 老板鼓起勇气 我操自杀 有没有老板我得去给你起伏一下 我去洗洗手啊 老板啊老板稍等一下啊 你这四个制造指南书加起来可能卖不上一千万啊 我去下洗手间马上回来 最后一个三百环啊 这本不应该属于一个三百环鉴定资源 三百环资源的一个背景音乐 灵溪望月一个八十级的环三百环来制造指南书 制造指南书 我们要报仇 又是制造指南书给我们报仇的机会 巨件巨件爪子和鞭子 至最后一个一百五十级的 一百四十级的票带 恭喜老板 五本制造指南书 全是垃圾 一百五十级的票带